您好 我是林仙怡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您多久会去一次超市或大卖场呢 环境团体调查光是连锁卖场 一年卖出的蔬果 就用掉超过5亿个塑胶袋 用量惊人 2022年底 环保署和全台两大卖场合作 事办蔬果裸卖 包含萝卜 马铃薯等超过20个品项 直接在架上陈列供民众选购 但采访团队却发现 许多民众还是习惯要拿塑胶袋装蔬果 甚至少了塑胶保护 这个蔬果的耗损率随之攀升 也造成更多食物浪费 蔬果裸卖 产销过程 究竟遇到哪些困难 来看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你一直重复使用它 那就是吹黄暴的 做的垃圾都是买来的 这些罐子并没有凭空送给你 那些都在你的售价里面 一个售价可以用的年数 其实非常非常好 不是用一次就让它减速 在减速的这条路径 蔬果裸卖是很必要的地步 你会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地球人 你有听过蔬果裸卖吗 这个话不太清楚 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什么意思 裸卖 哪个卖 我一般会买哪包装的 没有 我说我是装饭 我支持环保啊 但我不环保 好 谢谢你哦 好的 近年全球减速风潮兴起 走进大卖场 五彩缤纷的蔬果货架上 正悄悄掀起一波 环保革命 补货时间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蔬果新鲜上架 番茄 彩胶 刮果袋 脱掉包装 任君挑选 这是2022年底 全台两大连锁卖场 配合环保署减速政策 推出的蔬果裸卖专区 那我们就会带环保袋出来嘛 就放在里面就好了啦 如果有需求 就算它没有塑胶袋 我还是会买的 其实我们现在消费的 也都蛮环保的 大概在将近九成 都会支配购物袋 升线的这个塑胶袋 我们从五年前到现在 我们的量已经减少了 大概五十个%左右 是有减不到蛮多的一个用量 全台超过一千家门市 二十个品项塑胶包装 能省则省 不能省的 则是厚度减半 预测和平与成大环空系团队调查 全台超市卖场 光是水果 一年就用掉超过三亿一千万个塑胶袋 蔬菜用了两亿八千多万个 若全面减速 每年至少可省下5.9亿个塑胶袋 最早是不做的原因就是 怕这个报废会增加 台湾的消费者还是会喜欢 捏捏摸摸摸的嘛 摆比较久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损耗 盛食的问题其实老少将 比环保的一点更大 不要说为了节省包裁 结果多了更多的食物的报废 其实这是得不偿失 为了避免耗损 卖场上架策略改成少量多次 也派出工作人员2到3小时定期喷水 避免裸卖蔬果 失水老化 为了推动塑胶减量 现在民众来到大卖场 经常可以看到像是这样子的裸卖专区 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 都是可以直接放在架上来进行贩售的 减少包装也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 不过民众在消费过程当中 真的可以减少塑胶的使用吗 采访过程记者实际拍下 即便民众选购裸卖蔬果 确认使用卖场提供的塑胶生鲜袋 重新分装 有些消费者他会觉得是说 他不要跟其他的混在一起 比如说他的袋子可能会脏掉 还是什么等等的 那在法令上还是 允许提供的状况下 我们还是会提供消费的一个便利 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这些业者 在不管是 有没有法令这个规范之下 其实他们都可以去积极的思考 投资在这种重复使用 或者是直接淘汰包装 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消费模式 那这样子的话 也是减少一次性塑胶包装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镜头来到15公里外 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礼货人员正忙个不停 这里是主妇联盟 中央消费合作社的北昌 那我们平常呢 在进行蔬果包装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说 我们怎么样让包材可以减少 或者是重复利用 那现在我们工作人员 在进行的是 比较硬质地的这个蔬菜 我们可以利用网袋来做包装 萝卜 马铃薯等硬质蔬果 套上回收网袋准备出货 包材重复再利用 也是减速对策之一 那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这边呢 是我们透过社员 一起来共同回收的网袋 像这个就很多张 这个就贴了两张 那我们也很谢谢 我们全体社员的帮忙 我们八万个家庭里面 大家的这个网袋回收率 可以到达六成 像洋葱的话 因为它本身 它外膜还会脱落 所以你要完全裸包 其实有它的困难 我们就会用刚刚那样的网袋 来进行这一个包装跟分级 2022年主妇联盟卖出超过 1700公顿新鲜蔬果 光是网袋回收 就减少1000公斤以上塑胶使用量 但这还不够 废弃纸箱送进封巢式材质机 以可回收材料取代塑胶 自制环保包材 玻璃瓶的打包 我们会先拿一个回收 从战手回收回来的网站泡棉 先把它套着 套完之后我们再用一个 这个封桃性的碎纸板 我们再把它捆起来 那我们再把它装到这个 我们的宅配的箱子里面 其他那如果还有空间 我们就会塞这一个碎纸 就把它捆起来这样 把它固定住 让这个纸箱不会有空间 去做有晃动这样 销售端竟可能避免使用塑胶 减缓环境冲击 但想要全面裸卖 究竟行不行 这里就是我们的蔬菜贩售区 所以大家看一下 像这是今天进来的蔬菜 有这么多水分 这么新鲜 然后生气勃勃 可是当它如果放了两三天之后 万一没有这个薄薄的塑胶袋的时候 它吃水分会更严重 这个部分大家看一下 它就已经开始有黄的叶子产生了 一天前上架的空心菜 还包着塑胶袋 叶片已经不耐高温 腐烂变质 一旁的芒果情况更严重 类似像我们的水果啊 因为如果气候跟那个 我们的湿度没有保存好的时候 它就会加坏它的手画 然后你看它就会开始长黑斑 塑胶袋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减少损耗 那因为过多的损耗呢 也会造成农民生计的困难 所以塑胶袋是蛮必要的 积极减速业者却面临难题 全年推动蔬果裸卖后 耗损量增加1% 迦勒服则是高达一成 友善土地的行动却换来食物浪费 环境永续该如何抉择 環保毕竟不是一个浪漫的事好了 我们可能根本性要去想的是 我们是要减少食物浪费 还是我们是为了裸而裸 我们省下的是包装的工时 还有包装的包裁 每一个裸的承诺 宁愿是希望它那个裸的数字 是很真实的 而不是我们裸了 我们可能把耗损转嫁给 第一线的农友 出国裸卖对产销环节 带来哪些变革与挑战 我们继续往上有追查 这个是给我们的前年的 前年的它这个胡瓜是裸卖的胡瓜 那这个胡瓜它裸卖以后 我们这边一定要把它筛选 就是一个是重量一个是品质 筛选的话以后还要 弄个套子怕碰到 要保护它 要不然你去碰到碰伤了 那卖场卖相也不好看 所以都必须要这么做 这间位在云林成立超过 30年的果菜生产合作社 早在1989年就和外商卖场合作 推动输果全面裸卖 最后却以失败收场 做了一段时间 发展到台湾这个气候 可能跟火轮的气候不太一样 所以就开始选择性的裸卖 就不敢说前面性要裸卖 后来有很多这个 量化店也要开始裸卖 但是尤其在野菜类 大部分都是无极由衷 经过多年尝试 合作社调整出货SOP 裸卖输果来到集货区 得先进行身体检查 排除形状规格不符 或是碰伤不适合贩售的产品 就可以直接在输果表面贴上标签 目前合作社配合裸卖的农产品超过20项 这些裸卖输果全都有个共同特点 现在这个是在做这个南瓜 那因为南瓜是厚脸皮 厚脸皮它比较容易组存 所以它也会做最适合裸卖的一个产品 在卖场卖的话脸皮厚的东西是损耗最少 如果脸皮不厚在卖场卖的话 那个损耗应该会大一点 这个可能就是在成本上 那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产线第一头 番茄盛重 放上塑胶托盘 再包上塑胶膜 塑胶泛滥承载 环境成本 却由全民承担 相较之下 裸卖省下包装 不只更环保 价格也更具市场的竞争性 但想要推动蔬果无包装 野菜类相对困难 它这个是自动胖胶 自动包装 老板好 好 你好 在整理蔬菜 在挑菜 对啊 要怎么挑 就是把不好的挑出来 譬如说黄叶啊 还是说叶子有折到啊 还是说斑点 还是说有冻伤 就必须要把它挑干净 因为蔬菜本身它很润嘛 那你在裸卖的时候 如果人在那边搬动啊 直接把它看来看去 它就会造成这个 可能这个碰撞的一个受伤嘛 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 这个损耗比也会增加 会员让蔬菜全程保鲜 包装厂温度 可以联合管控 我想我们这个整个厂期的温度啊 都会控制在20到20 20 23的之间 那因为现在冷气刚开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 它现在的温度是几度 那这个现在是有22.4度 22.6度 所以等一下会比较 会更冷 这个蔬菜本身就是 就是在某一个温度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质变啊 老化 这个我想这个温度 是绝对决定蔬菜的寿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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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键点 卖场想要妇科 传统市场输果裸卖成功经验 控制耗损成为 兼具挑战 大概能裸卖早就裸卖了 裸卖是你要有人去整理东西 第二难题你说要加强设备 当然也可以 问题是你的里面离不开 里面的空调 里面的人 那这些都是 回归到这是一个成本 如果国家立华 立华一定要裸卖 那会将来这个 不能裸卖的产品 会损耗非常严重 减速行动 民间业者加快脚步 努力前行 但政府法规 却无法与时俱进 依照有机农业促进法相关规范 通过有机认证 用及产销履厘蔬蔬果 必须有外包装 格局保护 避免再运输 成变及贩售环节 遭受污染难以复原 原本希望保护 农民及消费者的法规 却成为减速阻力 目前法规上可能 还没有办法做调整 但是我们就是 循这样子一个的紧缩的方式 就是在包产的方面 尽量去减少使用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一时五刻就全部都用 做裸卖的方式来办 2022年联合国 启动全球塑胶公约谈判会议 目标2024年 制定具法律约束力 管理塑胶生产 消费及气质处理等 跨国规范 而台湾也喊出 2030年全面禁用购物塑胶袋 民集餐具外带塑胶饮料杯 及塑胶吸管 随着减速期限逐渐逼近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推动蔬果裸卖最重要 就是消费者要有环保的意识 那最重要就是 他们能够自备购物袋 减速其实是减少废弃物的一环 背后可能也牵动的是 台湾的回收政策 这么多年下来 有没有再更进一步 99%的塑胶的原料 都是来自于化石燃料 其实它也是间接地去加剧 极端气候 气候变迁 这样子的一个主因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呼吁 政府跟企业 应该要去从源头去制定 最泛滥的一次性的塑胶包装 的一个减量的目标 然后要导向重复使用 当推动环境永续成为全球共识 台湾也必须积极跟上脚步 守护你我滥以为生的环境 减速这堂课 我们还得努力落实身体力行 之前用过的塑胶带 重复使用也很好 打到弃责的话 说不定是有愿意带用钱 这些罐子并没有凭空的送给你 垃圾桶的垃圾都是买来的 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大卖场推出输国裸卖 目标减少塑胶带用量 不过2002年台湾推动限速政策至今 全台一年的塑胶带用量 仍然大约有200亿个 国内目前有超过30家的无包装商店 也正带动这一股裸卖风潮 当顾客需要自备容器才能采买消费 民众能接受吗 有一位远从波兰 嫁来台湾的女孩唐宝玲 就在台中开了一家无包装商店 宝玲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环保 进而以行动影响周遭的朋友呢 裸卖在台湾会有更多实践的可能性吗 减速这堂课 带您继续深入了解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材质 你一直重复使用它 那就是吹黄暴的地方 做的垃圾都是买来的 那些罐子并没有凭空送给你 那些都在你的售价里面 一个售价是那一个可以用的年数 其实非常非常好 不是用一次就让它减速 在减速的这条路径 蔬果罗麦是很必要的第一步 你会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地球人 你有准备购物袋吗 有时候有有时候忘记 你都会准备吗 对 不会 我是支持啊 我自己做不到啊 大部分会啦 但是这次忘了 很恐怖 如果你没有节制的话大概 很多个啊 一定超过五个以上 那会很多 传统市场里 任人手上至少一个塑胶袋 摊位上野糕高挂 任君抽取 买好的再装入购物袋 层层包装 袋中有袋 台湾的塑胶袋使用 数量非常惊人 老板这多少钱皇宫菜 都35 那我要这包 好 来来来 上市场买菜 包装流程 购物非常简单 不过当我们进入一家 简素商店 这里的老板 是不会帮你做任何的包装 正巧我们手边 又没有购物盒 或环保袋的时候 裸卖怎么进行呢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一个是有时候我会有二手容器 如果其他的客人捐给我 但是二手容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客人没办法接受 这家位在台中市北区的 吴包装商店 老板娘是来自波兰的唐宝林 当年的交换学生 如今成为台湾减速议题先锋 经营店面落实它的环保理念 台湾的这种活动很少 所以我一开始一开始 本来只是想要开一个社团 这个一样 你需要买多少 就可以跟我说多少 食物可以分装裸卖 清洁剂也能称重交易 扣容器的总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补充 其实很多客人一开始 就可能不知道 他会不会喜欢这样的产品 所以我都觉得没关系 你先买一点点 可能两三天的量 裸卖一提 食物保鲜是个难题 要自带容器或选择还空瓶 配押金都没问题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自备容器 也非常好 我马上会把押金折扣给你 很多客人对这样的方式很有兴趣 欧盟有一些环保的新的绿色政策 欧盟有一些环保的新的绿色政策 我觉得在那边做这种 这种生意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比较容易找到供应商 然后好像比较容易吸引大家 就真的是新建树生活 对 我们也要努力 加油 OK 开这个变其中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认识很多跟我一样的朋友 为了环保我们想要付出一些努力 你今天要去哪里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都准备好了 你们看我准备容器 然后我会今天在这里买我的午餐 好 我们进去吧 哈啰 我今天有自备容器 我的理念就是不提供任何盒子 但是人家还是会来说 怎么可能你没有提供容器 除了我们 其他人如果真的要做得到 真的有困难 如何让大众有医院加入减速行列 又因得高度吸睛 来自香港的江东园 也是倡议者 对一些原本已经喜欢带容器的客人来讲 他 你没有减他五块十块 他也是会这样去买 而且打到弃责的话 说不定有一些原本没有想要带容器 愿意为了那八十块 就带容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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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是不同国家 但是也许 因为我们刚好是想要做一个好事机 你会感觉到你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是地球人 对 就是我台中是最喜欢的菜市场 因为我平常比较晚下班 我们跟着保林 实际走一趟黄昏市场采买 看看他平时如何身体力行 落实减速运动 我会想要买一些蔬菜 熟练地拿出保鲜盒 环保的第一课 就从减少使用塑胶袋开始做起 我要用到这里 然后 就要买一酥 这个 请问这个我可以买 但是没有包装吗 你们会重复使用吗 不大会 那酒蒸汤可以罗装买吗 可以啊 那我要酒蒸汤 酒蒸汤我要装好了 OK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们 你们是我的客人吗 对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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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林在市场巧遇忠实顾客 点头微笑 也交换一个确定眼神 他要去他店里买东西吗 有啊 他们彼此都知道 为环境努力 自己不孤单 因为这条路 是一群人骑步走 并非独行 好 那我要买这个芒果 好 是吗 对 80吗 80块就好 好 那一斤119 那我应该抓两个左右一斤 好像该不起来 我要走 走为止 减速不是不用 而是要减少使用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不断重复再利用 好 谢谢 对 那我进所有的东西 我需要的东西都买得到 有用到任何书胶袋吗 目前没有 对 但是当然如果我还会想要继续买 我也是准备一个 之前有过的书胶袋 我觉得如果是充足使用 其实也很好 那我不想要环保变成一个口号 我想要让人家真的看得到一些 一些议题 或是通过这样的商店 吸引大家来这样的商店 自己体验裸壮的购物模式 Zero Waste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目标 但是为了避免舞会 我们就开始叫自己Less Waste Store 或是减速商店 经常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减速生活 波兰女孩唐宝玲在台湾 继续她的环保公民课 台湾自2002年起推动限速政策 店家不主动提供购物用塑胶袋 不过至今全国一年的塑胶袋用量 仍有约200亿个 换算下来每人平均一年会用掉762个塑胶袋 数字非常惊人 除了塑胶袋 一次性年喜餐具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该如何从源头减速民间力量正在主持 嗨老板娘 嗨你好 那我这个空筒就先还给你 然后再给你换一桶新的 无包装商店业者黄上衍 每个月固定都会带着空筒找厂商补货 像我们现在有会推广说自己带杯子 那其实无包装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不用就是每次都买一个瓶子 然后再丢掉这样回收 37岁的黄上衍 2017年在三重成立新北市第一家无包装商店 从进货方式就开始贯彻环保理念 你今天想买10克想买20克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自备容器 那自备容器是它的一个形式 然后可以让盛食做减少 以大包装进货减少一次性垃圾产生 在重复使用的理念基础上 业者也在积极寻觅塑胶以外 更耐用的替代容器 你越多人去参与这样的活动或是行为做消费 那源头它就会尽可能的减少 因为你就不用再产生塑胶袋 全台湾目前有30多家的无包装商店 头家们都在思索 如何吸引更多生活环保实践家 在新竹市中心这家招牌很复古的干妈店 老板们同样在日常生活当中 彻底执行减速计划 两个客家肉丁 对 对 对 没错 对 来个熔岩 熔岩吗 熔岩吗 好啊 自己拿 直接拿就好了 冠笔要在包装哪 可以 换想说能不能有一家店 我可以用完的蜂蜜罐 我就再去装就好 然后我就不用一直 好像要去做回收 然后一直要倒垃圾 然后又买一大堆自己用不完的东西 这样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的理念 商店的原始样貌 是一间没有天花板和地板的老屋 这架子啊 和这里这两座 其实它可以发现上面是桌子 以前的桌子把它反过来 窗户啊 窗框啊 这边也是门板 然后去把它改造成 我们想要做陈列的那个样貌 店老板控胶和拉拉 对于减少垃圾这件事 有自己的SOP 确实会遇到一些人 临时来到这里 或带不够 那我们就是会去 就是自家 有一些就是用过的容器 让我们把它清醒 清洁干净 然后提供给来的客人方便使用 这样 拉拉我从农场带菜回来咯 今天带什么 它今天的县菜还有萝却超美的 真的耶 南瓜和苦瓜 好 你就等你 好没问题 很多的时间是用在人工的处理 对就是整理这个部分 那些人不需要冰吗 好 你可以先放在那边 希望说借由这样子一个 比较冲击性的商店 可以让大家 欸 意识到说 欸对耶原来我拿的这个罐子 不是那么的理所 当然 它是第一它是有成本的 我其实有付钱要买它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 一直跟大家强调说 其实所有你的垃圾桶的垃圾都是你的钱 都是 所有的垃圾都是买来的 这些罐子并没有凭空的送给你 慢慢的去推说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重复的使用这些 我曾经付过钱的包装 你自己选欸 看哪一个顺眼 有有啊 你有问我 性能还要果啊一起 性能要果 各办 还有面包 还有面包 椰子 有饼干 OK 装满 好 还有减重 还有的粽子 粽子很重要 这是客家肉粽 这是五股肉粽 可以放得下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放得下 可以放得下 好 哦你还有蜜耶 这个洋葱在这边一寸箱 所以你平常都会自己带 购物袋跟环保盒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里面都拼 所以后车厢都是纸箱类的 商店不提供塑胶袋 买东西请自备容器和购物袋 多年前大家认为新奇的社区大小事 现在成了再熟悉不过的生活买卖日常 自己尝试过一阵子 你也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再跟外面 买东西的拿袋子 家里始终还是有 对那些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 这个粒子倒完 对不对 那个袋子 等一下就会去清洗把它晾干 我现在要来去处理这个袋子了 你要跟我一起来吗 好啊 对 晾干之后袋子就可以再重复 包食材类啊 或者是蔬果这些东西 我一直重复又要一直重复 有没有拖几天都不能带 商费者或许都在追求便宜又方便的购物模式 而无包装商店 以减少环境负荷为中心思想 坚持理念 让付出有代价 我们的定价的原则是 是鼓励大家罗买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把这个人工的部分算进去 那我们付出的这个钱 我们就想说 就当做是捐给环境 对 就会觉得这也是这种捐款啊 老房子新生命 改头换面后 城市干妈店 除了要面对营收 还增加了减碳环保任务 欢迎一起加入 不制造垃圾的老派购物 他们以裸麦为题 理想目标零废弃 透过减速这堂必修课 期待更多台湾人 从日常落实全心投入 一百块钱谁要吃到饱啊 哎呀 人家 你好 我是陈颜座 你订阅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